歡迎收看WC Watson's Classes Watson AKM 華森 今天要介紹的牌子Sakai Sakai是由阿布千燈士在1999年創立的 對你沒聽錯 這個近幾年才爆紅的品牌其實早在1999年就成立了 來自其父的阿布千燈士 從小就穿搭很有想法 或是說很有個性 在他國小時喇叭褲很紅 但他覺得大家都這樣穿很沒意思 所以就請媽媽把他的褲子改成窄管褲 後來他穿去學校 每個人都開始學他 也叫他們的媽媽改成跟他一樣的 他就很生氣的說我要回家了 或是每次上體育課時都必須戴帽子 但因為他頭髮已經弄好了 所以他堅持不把辮子解開 他媽媽也快被他氣死了 因為他母親也會做大袖子之類的特殊剪裁的服裝給他 所以他深受影響 從小就自己幫利卡娃做衣服 五年級時他在電視廣告上看到三夾一生 這也是他第一次意識到 原來成為服裝設計師也可以十分工作 從此這就變成他的夢想 他十分向往東京的文化服裝學院 但他父母就不讓他去東京 所以他必須通勤到兩個小時車程外的名古屋就讀 畢業後他進入服裝公司工作 而穿酒保齡的Condé Garçon剛好也在附近 他對此非常向往 大約一年後他就離職並加入Condé Garçon 而在穿酒保齡和渡邊純迷底下工作的期間 他學到了創新的重要性 以及商業與創意之間的平衡 同時他也在那裡遇到未來的丈夫阿布潤伊 幾年後他懷孕了 所以他離開公司並在家照顧女兒 但他後來發現 其實他並不喜歡當一個家庭主婦 不喜歡這種與世隔絕的孤立感 所以他丈夫告訴他 如果你能做出三到五件非常特別的單品 也許就會有人注意到你 你也能因此的要認同 所以他真的做了五件單品出來 一切也就這樣開始了 品牌的第一個買家就是知名選貨店Beams 後來其他的店鋪也紛紛登門拜訪 有趣的是 那時候他一邊談生意 小孩也一邊在地上爬來爬去 而品牌名稱來自於他娘家的姓Sakai 並將K改成C 同時也把單字小寫化變成品牌logo 品牌最拿手的就是異材質的拼接與重組 將具有衝突感的布料巧妙結合 形成獨樹一致的Hybrid風 而這個靈感是來自於 當他離開公司在家照顧女兒時 他意識到 他總是穿著T恤和牛仔褲之類的基本款 所以他想要做出獨特且舒適的服裝 於是就產生了Hybrid的想法 此外他也表示 在美國大家白天都穿得很休閒 而晚上出其特殊場合時則會換裝 但在日本 他們不管是工作還是出門社交 都是整天穿一樣 而這樣的生活方式也反映在品牌理念中 也就是設計出能夠輕易的在各種不同場合中切換的服裝 而品牌在創新的同時也兼顧了實穿性 他表示 不管這個設計有多麼創新 只要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會穿 那他就不會做 對他來說 服裝並不是行走的藝術裝置 只要真的能穿在身上 另外品牌也和其他單位合作 像之前介紹過的Handless Game The North Face 當然還有搶破頭的Nike 但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和紐約時報的合作 其因爲川普對於任何對他不利的新聞都會以Fake News來回應 藉此逃避責任並駁回新聞媒體 因此紐約時報發行名為Truth的活動 來反擊川普並捍衛新聞自由 同時給予人民知的權利 而Saka也對這樣的理念感到認同 因此促成了這次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品牌雖然在1999年就成立了 但一直到2011年才辦租和開店 因為他不想跟大家一樣 他不斷思考該如何打破人們的刻板印象和紀念觀念 那很討厭那種大家都在做所以我要做的心態 他只有在真的必要時才會做 他想要用不一樣的方式成功 想要與眾不同 想要讓大家覺得 不能這樣做也有成功的可能 而從小就討厭跟別人一樣的他也表示 如果有人要模仿我的話 那我希望你模仿的是不同面向 像是不要馬上開店 或是不要因為大家做什麼就跟著做 如果有人因為我而理解到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做事的方法 那會感到非常榮幸 剛剛提到阿布簽證證的討厭那種 大家都在做所以我要做的心態 那其實之前介紹過的Angelo Bakke 也有提到類似的概念 這些一流的業界人士不斷提醒我們思考的重要性 大家在做的事就一定是對的嗎 大家在追的東西就一定是好的嗎 難道只有這條路可以走嗎 有沒有其他可能等等 當然不是說要故意唱反調 只在做之前可以先思考先問自己 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有對自己真實 那如果你思考完 得到跟其他沒有思考一樣的答案怎麼辦 沒關係就敢做自己吧 如果已經思考完 不要被貼上盲從的標籤 你堅持做自己這才最屌的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想法歡迎下留言 喜歡的話請不要按讚加訂閱 我是瓦臣我們下次見 掰掰